大家好,我是小齐 这是我自己种的一颗柠檬 你看,果子在上面都熟了 要采摘一下 我这里边这一颗是长得非常小的 当时是在盆里的 今年春天的时候刚挪到 去年秋天的时候刚挪到地下的 一颗上煎了好多果子呢 有人过来以后看到了 从外边看到的都会进来摘一个 现在都黄的差不多了 要全部剪下来了 不剪下来自己也烙不着吃了 主要是剪下来放水喝 或者是做柠檬酸 柠檬醋的都是可以的 现在剪下来吧 我这边还种植一个就是香水柠檬 我这里边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香水柠檬的我手的都有 都接过果子 但是接的不是很多 因为都是刚买的苗子摘到地上的 先把它剪下来吧 这两个是橘子 它是在煎的时候 稍微有点发黄 孩子都摘下来吃了 只剩下这两个没看到的 刚才在里边看到的两个 收获了这么一大盆 十多个柠檬吧 这是普通的柠檬 但是泡水喝也是非常不错的 下个视频 我教大家怎么去千叉 这个季节在我花棚里 它是生长的 现在修剪下来 修剪一下 然后把它剪下来 修剪一下枝条 让它在棚里缓慢的生长 然后枝条逐渐的老化一下 之后呢 它就能够分化出花芽来 到了春季的时候能够直接开花 我下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去修剪 再下一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去千叉 只要温度在十多度 千叉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小七 上次摘了柠檬 这个柠檬上的叶子上多少有点红蜘蛛 我正好说一下怎么去修剪 修剪完了以后再去给它打药 再去给它千叉 都教给大家 柠檬的修剪是非常简单的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些像里的枝条都要给它短截 不要心疼都要给它短截 特别是这种的 带顶牙的 短的都可以给它保留着 里边朝内的枝条 能给它剪短或者修剪掉就剪掉 让里边通风好一点 这样不容易招虫 也不容易说是 长得枝条长得生长不良 这些枝条都要去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这些长枝条保留一个两个叶片就行了啊 不要保留多了 还有这一颗也是啊 所以适当的给它短截一下 一般就是保留两三节叶片就行了 保留的太多 只会让它密不通风 特别是在棚里温度和湿度都大 然后就容易造成它出现招虫了 或者是营养不良了等的情况 看着细弱的枝条也要全部剪掉哈 大体的看着中间通风好 没有横向的枝条 没有相交叉的枝条 这样整体的效果就看着非常的好了 枝条短节明年开花的时候 生长一点枝条 然后出来以后直接开花直接结果 这个样子就非常不错了 它的叶子上有些红点像是红蜘蛛 但到时候我打点药 然后防止一下 因为果子摘下来了 打药能够把虫子杀死 到了明年春天开花结果的时候 就不用去打药了 因为到时候开棚通风也好 大体的修剪方法就是这样 枝条保留短一点两到三节 你也可以保留四到五节 根据您的蜘蛛的大小去保留 里边交叉的枝条全部剪掉 细小的枝条不要保留 只保留粗壮的 这样明年的时候开花结果 就会非常的多 我这些枝条为什么不修剪呢 因为这颗是在上面价钱的橘子 一颗柠檬一颗橘子 同时在一颗蜘蛛上 所以说我不去修剪它 让它长得粗壮一点以后 再去给它修剪 然后一半柠檬一半橘子 这样去找 今天就到这里吧 希望我说的柠檬不听明白 其实柠檬的修剪就这么简单 大家好我是小齐 前两个视频给大家说了 怎么去给柠檬修剪 这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扦柠檬 柠檬扦 温度一般在15度左右的时候 扦是最容易成活的 15到20度 这一个阶段 我花棚里边温度 晚上最低的时候 在10度以上 因为上面盖着背 到了白天的时候 能到二三十度 这个温度扦也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我们住在室内的话 把它盖起来 然后放到室内 这个季节扦插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温度太高了以后 扦插柠檬很不容易成活 只有这个温度阶段 扦插是百分之百成活的 我教大家怎么去修剪枝条 然后怎么去扦插 把扦插的方法 以及配组的方法都告诉大家 这是修剪下来的柠檬的枝条 这个枝条你可以保留三节 也可以保留四节 最好不要保留两节 一般是保留它在10公分左右 是最好的 这样直接底部斜切 下部的叶片全部剪掉 叶片保留两个半叶就可以了 这样是最好的 多剪成几段 也可以给它保留一个整叶 但是底部一定要有一个斜口 修剪好了以后 就是把它给泡到这个生根叶的水里 一斤水加五滴哈 搅拌均匀 放到里面泡 泡上二十分钟左右哈 二十分钟以上应该说是 我这个土是自己调配的阴阳土还是哈 震乳油盐这是炒炭土调配的 然后呢 在土里加上多卷泥 将多卷泥调的差不多均匀一点就行了 然后浇水的时候它整个土里边都能渗透进去哈 然后把它弄平淡 先大体浇一下水 啊 天塌的时候容易天塌啊 不然的话天塌上以后就抖了 一小水全部倒掉啊 在这儿先让它渗一下 再透一下 等水渗下去以后将我们扦插的就是浸泡的柠檬的枝条啊 浸泡了二十多分钟的柠檬枝条直接插上就行了 挨个摆上就行了 天塌完成以后再去就是给它浇透水了啊 好 我没想到这儿了 在这儿也没有了 不是 是 最好的 我去做一次 我是 在这儿 是 在这儿 来 啊 是 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新鲜了什么时候开始出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移栽了 下一个视频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移栽 把我之前承插的成品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多话有都说牵插柠檬不容易成错 你看这一颗 这是我秋天的时候 刚进秋天的时候 剪下来的一段纸条插上 现在这个状态也没死也没活 但是你说它长根了没 其实它已经长根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顺便把后期怎么去给它移栽到盆里 怎么去给它配土都告诉大家 把它弄出来看一下根 证明它已经长根了 这个根已经很明显了 我牵插也是直接用的珍珠岩智石草碳土 它的根系已经长了 这就可以给它移栽了 这个根明显的出来了 尽量的不要把这个土球打散 因为我直接用的珍珠岩智石草碳土 我这个土调皮的 也是珍珠岩智石草碳土 加了一半的核砂 这样调皮就好了 也可以珍珠岩智石草碳土 一比一比就行了 左右加软粉中 直接底部扑上一层绿水灯 然后加上一层土 给它放上一点不消的肥料 可以适当的搭上一点热情了 不要搭太多 不消的肥料容易烧花 然后把它这个肥料盖起来 转好高度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这两种土 我牵插了土和调皮一呆的土式 基本上性质是一样的 这样单种上以后 它不会有存在长时间不滑苗的情况 它的根系会直接扎到土里去 这样就非常的好 弄好了以后 一定要去给它加生根液 一斤水加土地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 彻底的给它浇透就行了 我这个土移待的时候性质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光照墙的地方就可以了 放到光照墙的地方去 去把这些盆土彻底的浇透 等它的土再干的时候 它的根就能够彻底的 基本上就开始生长了 不存在你说伤根的情况 这样一点也不伤根 再一个 就是它的第一次浇透水以后 彻底的浇透 一孔有水流出来就行了 然后在它喷头表面 撒上奥绿一号的缓制笔 能够让它只要有精力的生长 它就能够吸收到营养 本身盆土里面有营养 而且我们去添加了营养 这样每次浇底的时候 都能深度进一段去 这样才能够快速长 等到春天 温度上来以后 它会直接的生长 这一盆也是一个 样品到时候 给大家持续做后续 这个养的好的话 明年有可能出来 这条直接开花 但是开花也不要活动 让它先去把这条 绑的粗一点 因为我牵插的是 一个细弱的这条 我在地里牵插了好多的 不是在一个保温室 在一个打栏的地方牵插的 到时候都要移栽出来 拍个移栽完了以后 到时候再去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就到这里吧